今天我们这彻底降温了 现在天里还飘着小雨 你看现在才几点 4点10分 看这天气跟晚上似的 我出去已经在拌料了 准备开始喂鹅 下大了鸡 是 下大了 赶紧喂喂吧 走喽 开始喂喽 又是一天忙碌时 刚把鹅喂喂喂 但是你看这雨不下了 天晴了 但是天气帮助晚上还会有雨 晚上不知道应该还会再下 屋里这里边雾还没有消散消散呢 起来起来 下包 他爪子 他爪子 你看 你兴奋啥呀在这 山里的雾起大了 这晚上肯定是要下雨了 我叔叔把这个鹅 鹅圈再给整一下子 今天就不让鹅 还在这里边吗 啊 再加固一下 看这山里的雾多浓 后边山都已经瞅不见了 今天晚上百分之百会下雨 路灯也都已经亮了 我们用的是太阳能的灯 我叔叔还在整这个 鹅都已经吃完了 在围着溜达 这包米过两天就该掰了 你看这前两天还有一些绿意呢 现在船都已经枯黄了 开始下的这雨 说下就下 小伯 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吃饭了 带一些干粮回去吃一些干粮 对付一口得了 把这个挡一下 但是在这山里基本上没啥作用 是 防君子不防小人吗 这网整的 我说小动物 就我们家这网 就试个小动物都能钻过来 这网也就是能涂个心理安慰了 你还想啥呢 现在天特别的冷 你看穿这么厚 山里边这个点你看都已经黑乎乎的 你就不敢往里边去 里边更黑 黑压压的 我说再把后边鹅都撵到前边去 让它们晚上都在一起睡觉 这样的话好统一管理 这时候现在山里边东西正多的时候 这桓子呀舍利呀 山猫都开始下来了 开始储存粮是了吗 我们家大鹅正好合它的胃口 所以我们得精心一些在 鹅吃完粮都过来了 把干粒也搁里边来 雨下的焦石的 干啥呀包 阿天天 回家可寄记了 上车老寄记了 这就是在空旷地 看着能看点路 你看这森林里边 身手不见五指 我们俩走到一半还不到嘞 就开始下这么大的雨了 小鸡家湿漏了 行行行 出不见前面路了 我们俩终于到家了 看这小鸡林呢 到窗外窟滑滑下 事儿 我也是 我全部都湿透了 这个裤子 我这難explos 我这几 Bürger 拧出来水了 对 我这 One